第921章壮士断丸 白衣身影飘然若先 明满中土的三大神院院长 却是一个比一个狼狈 尤其是以防御剑长的玄武院长 更是被打得浑身燃血 可以想象 若承受攻击的不是玄武院长 而是朱雀或者青龙 这两人就算不死 必然也要受到重创 那小子的攻击 竟然有这么强 赤虎瞪着双眼 眼中血丝缭绕 充满了不甘与震惊 黑虎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照放 心绪复杂到了极点 而心魔老人 在看到玄武院长的伤势后 面色俱变 身形悄然的向后退去 小子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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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院长没有开口 这三道如惊雷连绵不绝的爆喝 却是出自三大院的强者们 还别说三大院的强者 齐齐爆喝的气势 倒的确是不弱 但若想凭这点 便想压垮赵放 显然是在做梦 赵放看着三方强者区域 神情漠然 怎么 你们不服 那小爷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话下倒来 无论是群殴还是单挑 你们任何一个神院 若能逼我退后一步 我便收回刚才的话 这话说的 豪气甘云 却有猖狂无比 以一人之力 挑战三大神院的众多强者 而且不是让他们击败自己 而是逼自己退后一步 这哪里是在比斗 简直是在羞辱三大神院的强者 他们虽然愤怒 但在亲眼看到 连院长都拜于赵放之首 确实知道 自己这边 根本没有反驳的资格 除非打败他 哼 狂妄数子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阴邪手段 上了我选武神院院长 但这个仇 我们选武神院不会忘记 既然你想战 那就来战 不须逼退你一步 我们会把你逼退两步三步 最终打败你 全武神院强者区域中 站出一名念如老龟 气息沉浸厚重的冒蝶老者 这老者看起来垂垂老矣 随时都会死掉 但体内蕴含着极为惊人且棒驳的生机 如同两海般连绵 但从偶尔散发的气息来看 老者的修为 应该属于九星月天尊层次 而且 是在这个层次近银日久 随时都会破入半步天未尽的强大存在 其他玄武神院强者 没有开口 却都纷纷站了出来 以那帽蝶老者为中心 呈扇形铺开 摆阵 除了帽蝶老者外 玄武神院此次前来的强者 也有二十多人 基本上也都是月天尊后期 看得出来 玄武神院是早有准备 派出的都是强者 照放只是拼了一眼 不懈道 别浪费小爷的时间了 你们三方一起上巴 此言一出 全场皆惊 尽管方才 已然知晓赵放狂妄 这眼下这话 实在是狂妄的没边了 但一想到 赵放连三大神院的院长都能击败 说出这话 倒也没有什么不妥 青龙神院与朱雀神院的强者们 面色阴沉 却极为谨慎的没有开口反驳 反而一脸询问的望向各自的院长 陈寅间 青龙院长微微点头 见状 朱雀院长亦是点头 得到院长首肯 两方强者也不矫情 分立玄武神院左右 以玄武神院为首 成品自行排列 看这副阵势 赵放隐隐知晓了三大神院的意图 嘴角露出一丝审笑 秦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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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 不仅关于三大神院的荣誉 更是关乎各自身家性命 自然要慎之又慎 对于三大神院集体动用祖灵 海明威等人 虽说震惊 但喜想之后 却也觉得正常 赵放连三大院长都能击败 这四大神院还能对付他的 便只有那祖灵了 只是 想到这里 众人不由望向那被赵放 劈成三半 躺在雪坡中 极尽奄奄一息的祖灵白虎 或许 三大神院的强者们 之所以如此果决的 请出祖灵 或许与那重伤的祖灵白虎 也有几分关系 力 银 猴 金龙 朱雀 玄武的庞大虚影 出现在天空 如同三尊无法撼动的山峰 耸立高天 气度孙然威严 令人处之 心生敬畏 杀 金龙神院与朱雀神院的强者们低和间 那由他们所修功法原力 所凝聚出的祖灵法身 便搏挟着不弱于他们生前的威势 向着赵放杀去 而祖灵玄武 则是位于三大祖灵最前方 四防御之色 金龙主公 朱雀主公 可惜 祖灵白虎已废 否则的话 白虎归位 才是最佳主公 四灵联手 便是天位敬强者 也不敢因其锋芒 金龙神院院长 颇为惋惜地扫了眼 躺在雪坡中的白虎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全武神院院长的肉身极强 方才染血的肉身 此刻伤口已然结痂 要不了多久 就能自行痊愈 此刻依旧压着声音 低沉说道 闻言 金龙与朱雀 君是看了眼白虎神院坐落的山脉 目光微动 但玄机轻叹摇头 若真是如此 白虎就真的没落了 白虎一家没落 总比四大神院 全部成为历史要好 玄武目光平静而冷漠 声音依旧低沉 这话 惹得朱雀翘脸微变 但却没有多说 只是皱着眉头思索着 青龙同样皱眉 玄武也不催促 但莫望着 片刻 才缓缓道 呲呲果非凡人 面对三大祖灵的联手 居然不慌不忙 进退有度 不对 好像还真没退过 玄武淡漠的脸上 露出一丝金色 金龙与朱雀也察觉到这一幕 二人没头醋得更紧了 他们齐齐看向赤虎黑虎 略以沉吟 嘴唇戏动 不知对了赤虎二人说了什么 二人听到之后 面色俱变 以一种极为复杂的眼神 看向三大神院的院长 片刻之后 还是黑虎有了决断 好 他持有这一句话 但这句话 却充满壮士断碗的狠辣 以及不杀敌人 是不罢休的决心 半空之中 照放独斗三大祖灵 看起来显像还生 简能美美在死地蜜的生机 更惊人的是 交手一百多回合 照放一动未动 稳如老松 照这样打下去 最好的结果 便是两败俱伤 然而 便在此时 第922章四香诸仙阵 轰轰轰波浪浮波浪浮 大地突然剧烈震颤起来 像是地龙翻身 整个地面都在剧烈的晃动 便在这时 白虎神院后山位置 突然裂开一道深渊 深渊旁边的赤虎 等一众残存的白虎神院强者 望着那深不见底的大坑 脸上都露出复杂的神情 尤其是看到 深渊内奔涌出大量的 庚金煞气之后 神色更加复杂起来 这些庚金煞气 经由赤虎等人引导 全部输送到祖灵白虎的体内 祖灵白虎被斩成三条的身体 在这些庚金煞气的滋养下 开始缓慢地愈合 说是缓和 但实际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祖灵白虎的身体 便重新聚合皈依 他晃动着身体站起来 双目似时变成了金色 极为耀眼 身体更是散发出一股 超越巅峰的金煞之气 如同一柄无坚不摧的利剑 出窍了 这是地脉之力 海明威望着白虎神院后山深渊中 涌出的金煞之力 面上露出一丝震惊 他们疯了吗 居然以地脉之力滋养祖灵白虎 这样固然能让他的伤势快速恢复 甚至超越巅峰 可地脉之力被汲取之后 变成了废脉 对于白虎神院而言 这简直就是自毁长城 自掘坟墓 海明威没有想到 白虎神院的强者们 居然如此的果断 舍弃地脉 只为征伐赵放 其他强者也都看出端倪 纷纷惊叹或惋惜白虎神院的举动 吼波浪浮波浪浮 祖灵白虎恢复之后 发出一道充满暴力杀伐气息的虎啸 接着 前身微沉 虎目冷冷盯着赵放 下一刻 祖灵白虎后腿猛的登地 以战地猛虎的姿态 去扑杀自己的对手 赵放面色一鸣 他也感受到了 祖灵白虎这看似普通的前扑中 所蕴含着的强大攻势 这一扑 是祖灵白虎恢复巅峰后 最具有锐气与杀伐气焰的杀招 可以说 是他的巅峰一击 其恐怖程度 已然比你真正的天位镜存在 但比起魔龙 依旧蜀色不少 不过 对于此刻的赵放而言 却是一个大敌 他神色间的从容 渐渐多了几分民众 居然不惜以滴脉之力 来恢复祖灵伤势 好一个壮士断腕 只是 这被你们寄予厚望的祖灵 真能为你们翻盘 赵放冷笑不迭 关键时刻 也不在藏桌 虚手一直点向前冲而来的祖灵白虎 同时间 一铃硬轰出 掌开为生 掌落为死 却不是拍向祖灵白虎 而是化作剧长 要将这头胸虎给抓住 在以往屡见其功 无往不利的定身术 施展在祖灵白虎的身上 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祖灵白虎立笑间 前冲之势不减 照放神色略有失望 却也没有太大的波动 应该是因为祖灵白虎 大多是灵体构造的缘故 尽管祖灵白虎受伤也会流血 但他的真正组成部分 是灵体 是以照放的定身术 根本无法让他的攻势停下 哪怕缓上半分 一铃硬所化手掌 将祖灵白虎笼罩 但很快 祖灵白虎便破掌而出 胸眼滔滔 不过 照放明显感受到 此刻的祖灵白虎的气焰 比起方才 削弱了不少 显然 一铃硬对他 还是造成一定的影响 吼波浪浮波浪浮 祖灵白虎嘶吼间 扑向照放 气吞河山 壮阔天地 照放神色肃然 心念移动间 朱雀套装嫌隙部位 涌出金铜色的光芒 金刚不坏 碰 照放与祖灵白虎 无论是体积大小 还是气势都极不对条的 两个存在 却在刹那间 碰触在了一起 轰鸿巨响连绵 无数道撕裂气息 自二者交手于波中 扩散而出 震荡八方 令众人心惊的是 面对祖灵白虎的强势扑杀 照放不但抵挡住了 竟也没有退后半步 其双脚犹如老树盘根 不动分毫 便在两者僵持之际 祖灵青龙 祖灵朱雀同时冲出 一左一右 杀向赵放 赵放咧嘴一笑 朱雀双手见火焰光芒大放 一剑震退祖灵白虎 同时尖连批两剑 杀退了祖灵青龙 与祖灵朱雀的袭扰 连番出手 赵放虽然反应果断 出手很辣 却也没了方才的从容不破 显然 祖灵白虎加入战局 令他压力倍增 祖灵白虎被震退 锐气大减 却依旧是胸向毕露 而是与其他三个祖灵 交缠互绕 次灵气息合一 摆出一个令赵放 心神维持激动的阵势 见状 赵放顿觉不妙 卧槽 难道还有司灵合击阵 次灵气息合一 一股苍凉古老 似能诸天灭地的恐怖气息 自那古怪的阵势中散发而出 这个是 江珠仙镇 却是想到了一种 消失了许久的古老战阵 目光振奋肃然 却又透着几分惊喜 这是四江珠仙镇 朱雀院长抿着小嘴 眼眸中同样闪烁出惊人神采 玄武院长憨厚的脸上 也显出浓郁喜色 四江珠仙镇 传闻有灭杀天位强者的威力 就算这小子战力妖孽 这次也必死无疑 海明威等人 并未听说过四江珠仙镇 却能从那镇时散发的波动 馆中窥豹 知晓此镇绝非寻常 微微摇头 看来 一切都到此为止了 次大祖灵组成的四江珠仙镇 虽说不是全胜之威 但绞杀寻常天位强者 根本不在话下 赵放虽强 毕竟没有达到天位近层次 在面对这可以斩杀天位强者的 四江珠仙镇面前 绝对是有死无生 事实上 赵放此番的表现 已然令不少人瞠目结舌 惊颤不已 在此之前 从未有人单枪匹马拜祖灵白虎 连有人独占三大院长 更没有人能接下四灵联合的一击 但这些赵放做到了 以他那令在场诸多强者汉颜的年龄 做到了现场基本上 谁也做不到的丰功伟业 但这一切 似乎都要结束了 众人均是轻叹摇头 为赵放感到惋惜 点 然而 真的要结束了吗 赵放抬头 面无表情 唇角却掀起一抹笑容 他的手上 不知什么时候 握起了一张卡片 熟练度满指卡 第923张尘埃落定 熟练度满指卡 是赵放斩杀凤舞蹈所得 之后 也曾纠结 到底给哪个神迹或者仙术 犹豫了许久 一直都未使用 在今日 他已然可以确定了 仙术熟练度满指后 威力固然会提升一大截 但限制使用的条件 势必会也跟着暴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却是赌不起 所以 就只有一个选择 爆 赵放目前已然学习到五级狂暴 修为变已然从五星月天尊 提升到堪比半部天卫镜的层次 若是六级狂暴 实力只提升 说不定能达到比拟天卫镜的水准 到时候 服役一灵印或者其他手段 对抗四香朱仙镇 也会轻松许多 想着之际 赵放将熟练度满指卡 加持到超神级狂暴上 叮 恭喜玩家 您掌握了六级超神级狂暴 听到这个提示 赵放笑了起来 驾在此时 祖灵百虎汹汹而来 金龙朱却依旧是左右加攻 玄武不紧不慢 围三灵略阵 这番弓杀 着实凶险四伏 便是寻常天卫强者遇到 也要立即退走 这下子 他死定了 三大神院的强者们 脸上纷纷露出得意的宁笑 似是看到 赵放被四大祖灵雪沙当场的一幕 赵放面无表情 墓内却是寒光闪烁 冷笑暴鹤 六级狂暴 空波浪浮波浪浮 一股滔天的气焰 自赵放体内默然冲出 席卷八荒 那骑石之强 连祖灵百虎碰上 也被震退了数百米外 而被这股气势波及后的百虎 一时间攻势大减 没有了先前的锐气 神梦 感受到赵放体内扩散而出的强横波动 青龙 猪雀 玄武以及其他强者们 全部面色俱变 这 这是天位强者的波动 难道 此人是天位强者 青龙无法置信 朱雀玄武没有说话 但两人那震惊的险些 把眼珠子都瞪出来的神情 已然将他们真实心情 道路无遗 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 三大神愿强者们脸上笑容僵硬 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 该结束了 赵放默然双眼 眼中映着一丝不属于天尊敬的威严 那股气息 在传出的刹那 令青龙珠雀玄武三人 心中颤立不安 天位 这是天位静的气息 此刻 便是他们自己本人 也不清楚 如今的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一灵印 这天巨掌 在顷刻间 不知道拍出了多少记 这些手掌 化作牢笼 向着四大祖灵笼罩而去 强大不可一世的四大祖灵 在这层层一灵印手掌笼罩之下 如龙中之鸟 根本无法挣脱只能听到其中传出四灵不甘愤怒的声音 白虎咆哮 金龙低隐 朱雀思鸣 玄武爆吼 四大祖灵疯狂的挣扎 想要挣脱这种牢笼束缚 但这一切都是无用之功 还不老实 照放冷笑 手掌停伸 一副要抓住那具掌牢笼的模样 你要干什么 助手 我们四大神院认栽 金龙眼皮狂跳 隐约感觉 要有大事发生 连忙窜出想要拦阻 与他一同冲出的 还有朱雀玄武二人 三人齐出 威势无量 倒也不容小觑 然而 在照放眼中 三人只是手下败将而已 根本没有理会三人 叙手一握 哼 不知道有多少记忆灵异凝聚的牢笼 轰然暴碎 似被一双无形大手拍中 瞬间崩溃 那大手传递而来的恐怖力量 直接作用在四大祖灵身上 在牢笼暴碎的刹那 原本咆哮愤怒的四大祖灵 却是传出惊恐淒厉的哀鸣 似是遭受到什么恐怖的危险一般 紧接着 惨叫越演越烈 同时 四大祖灵那凄惨的模样 也落入在场所有人的眼中 这 会如此 海明威看到 艰难的咽了下口水 脑门全是汗 习君欲更是被吓傻了 呆呆无言 其他人的表情 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而以自身元气精血供养四大祖灵的四大神怨抢者们 瞬间遭受重创 一个割量呛退后 尖口鼻喷血 便是冲上前的青龙三人 也被手掌牢笼暴碎产生的强大波动震退 一时间无法靠近 在看到四大祖灵的惨样后 青龙三人也傻眼了 不可能的 祖灵不会败 不会败 青龙男男 神色极为的苍白 比他本人被招放打败 更难以置信 只见 在蔓延开来的一波波强横波动下 四个残之断体 甚至有些看不出来他们原本模样的巨大凶灵 带着血肉模糊的身体 自高空坠落 站位落地 四大凶灵爆开 化作无尽的冲击波蔓延 将现场不少强者都震得吐血 四大凶灵的暴碎 更是给四大神怨的强者们 带来无法言喻的创伤 尤其是白虎神怨 赤虎黑虎二人 望着那化作虚无的祖灵白虎 几乎傻掉 这可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甚至不惜以地脉之灵饲养 只是期望他能斩退来敌 却是留下这样一个悲催的结果 完了 苦神怨 赤虎南南 双目涌出无尽的悲哀与仇恨 死死盯着赵放 接下来 就轮到你们了 赵放默然地看向青龙朱雀玄武 以及他带来的诸多强者 他的话 让本就脸色苍白的青龙等人 神色更加难看起来 奶奶的 四灵居然没有经验 害老子打这么久 真是郁闷 赵放心中憋火 冷亨间 六色火焰涌现 凝聚佛怒火莲 接着 在青龙等人面色金具的神情中 挥手扔出佛怒火莲 快逃 见场历史暴乱 所有人都感受到 佛怒火莲内部 蕴含着的恐怖破坏力 又是这招 见赵放动用六色火焰 便已然逃出树里外的海明威 看到飞出的佛怒火莲 顿时头皮发麻 他可是清楚记得 就是这一道古怪的火焰光团 生生爆碎了天节的大半威力 当时的他 若非身处海域 恐怕根本无法躲过一劫 即便最终勉力躲过 对于这一招 也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故此 在照放出手的刹那 他便惊慌而逃 同时以燃烧寿源为代价 施展海族大保命术 瞬间逃出数百里 同波浪福 波浪福第924章 九霄上进攻 同波浪福 波浪福 声音闷闷 自已然逃出数百里外的 海明威身后传来 海明威根本不敢去看 速度更加快了几分 风一般的想要逃离此地 即至逃出数千里外 海明威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他站在一片高峰之上 遥望朱雀神院区域 但见那片区域火光漫天 天空都被染成了赤色 一时间 都有些无法分清 那么赤色是火焰 还是死掉之人的鲜血 海明威神色复杂 面容却是格外苍白 原本先锋盗鼓的气质 也因为这夺命连环奔逃 变得沧桑憔悴了许多 明爷爷 一道经济不定的声音 自海明威身旁响起 正是一直坐在巨龟上的习军玉 只是此刻的习军玉 依旧没有从先前那般的大威胁中行转 身体还在发抖 面容苍白无血 说话间 甚至还能听出牙齿打颤的声音 他们 他们都死了吗 听到这话 海明威低头 沉默片刻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她神色颇为复杂 站在高峰许久 最终才怅然一叹 转身向无尽之海区域而去 这一战后 天狱恐怕要彻底大乱了 事实上 也的确如海明威所说 发生在白虎神院的战斗 却不及了其他三大神院 四大神院强者们 死伤无数 元气大伤 由于白虎神院最为严重 连山门都变成废墟 废墟之上 满石烧焦的惨尸 死乱的强者 不光是四大神院的 还有许许多多围观看热闹 却没来得及逃出去的强者 除了寥寥十数个 如海明威这般强大 且拥有保命大神通的老怪外 其他的观战者 基本上都伴随着白虎神院的落幕而落幕 此战之后 四大神院自十五大势力除名 金龙朱雀玄武三大院长 死 他们带来的月天尊后期强者 亦是全部战死 残存神院强者 根本无法撑起黄黄神院 被其他的觊觎者攻伐 只是数日间 四大神院彻底自天狱消失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发生在白虎神院的事情 也引来了中土强者们的注意 甚至 一向不问世事的九霄上轻功 也派出强者前来查询 对于这些 赵放自然是不知晓的 毁灭了白虎神院 顺带坑死一大票人后 赵大官人便直接架起天狼战舰 离开了白虎神院 即便如此 在之后的数分钟内 赵放脑海的提示声 犹如炮仗般 响个不停 听得头痛后 赵放才关掉这些声音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这些声音才彻底安定下来 赵放咧嘴笑了起来 喝 六星月天尊了 他心中一片愉悦 最后 同天狼战舰 一起消失 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自四大神院的事情发生后 整个中途的强者 都在寻找他 但却没有人再见过他 赵放就好像彻底消失了一样 哪怕是九霄上轻弓的 那个天位强者 也没有寻出半点 但这件事 却在中途引发极大的震动 这震动 甚至带过了天剑宗 女元魔宗联姻之事 中途一片不起眼的密林中 如同乡间老农装扮的天机老人 依旧带着那两头 仪式天位镜的凶兽 在吃烤肉从地上还未被完全切割的尸体来看 那是一头腹下生爪的蛟龙 也就是说 这条蛟龙 快要真正化龙 成为真正的龙族 但可惜的是 他运气不好 此刻只是天机老人的盘中餐 泽泽 一人独挑四大神院 真是够蛮横的 不过 相比于接下来的事情 四大神院发生的 那简直就是小儿科 希望你能一直蛮横下去 也希望你能活着 天机老人喃喃自语 似有所指 九霄上清宫 整个中土最为神秘且最强大的势力 坐落在一颗废弃星辰上 虽说废弃 但这颗星辰内蕴含着灵气之浓郁 绝非天狱任何一个势力可比 修波浪符波浪符 一道青色流光破空而来 青色流光在清冷甚至荒凉的废弃星飞行片刻 终于来到一座高大庄严 名为酒硝店的宫殿前停下 青色流光散去 露出一道轻衣袭身的伟岸身影 这道身影 背负着一把长剑 面容坚毅 气度非凡 看起来 就像是画中走出的剑仙 充满神秘迷人的风姿 只是 这轻衣身影眼中 时常有悲哀之色闪过 一看就是各有故事的男子 身上不由自主的散发出冷漠意味 他来到酒硝店前 并没有进去 而是静静站在那里 过了许久 店中才传出一道漠然的声音 没有查到 声儒句中 阴暗滚滚 瞬间传遍整个废弃星 声音中 更是蕴含着一丝连火焰本源都无法化解的冷漠意味 锦衣身影摇了摇头 酒硝店沉默许久 缓缓道 你戴上一瓶太上感应单去一趟天剑宗 拜本座和天剑宗语元魔宗联姻大喜 锦衣身影微微皱眉 但莫道 我答应替你做三件事 并不是答应成为你的奴仆任你差遣 大殿中人 似是早就猜到 轻衣被见男子会有这个反应 很是平淡道 你不想要你妻子的魂魄了 听到这话 轻衣被见男子眼中寒芒抱勇 一股恐怖的剑意 笼罩八方 便不费其心 果然不愧是前代圣女看重之人 居然这么快就将周天星辰觉修炼到小城 凝聚出星辰剑气 不过 现在的你 还不是我的对手 如果不想你妻子的魂魄 彻底归虚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精英被见男子面色冰寒 冷冷望着大殿深处 接着默然转身 头也不回 转身离去 在身影快要消失在大殿时 飘来一道冷漠如刀的声音 这是第二届 大殿之人听到这话后 没有什么反应 但面容上 却露出一丝讥讽 轻衣被见男子离开废弃心 望着漫天的星辰 突然 他脸上的冷漠冰寒气息 挂去无踪 展颜笑了起来 笑容颇为欣慰 月儿 我找到了我们的孩儿了 他来到中土了 第925章 那一场风花雪月 轻衣被见男子离开废弃心时 一道彩衣飘飘 妩媚娇艳 容貌一场美丽的女子 若林波仙子飘然而至 轻衣被见男子与彩衣女子对视 双方沉默片刻 彩衣女子望着对面那个身形潇洒 明明是个提见纵横天下的军衣剑仙 此刻却一脸忧郁 双目充斥无尽追忆 似是沉浸往事不能自拔的男子 微微一叹 率先打破沉默道 他已经死了 轻衣被见男子猛地抬头 如同被触怒的凶兽 双眼默然地看着对方 他没有死 我会救活他 他背叛了上青道 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你应该知道 尽管剩下残魂 也没有谁能够让他复活 轻衣被见男子双目越发冰冷 好像站在对面的 不是一个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而是一具极为丑陋的空楼 脸上涌出厌恶之色 若非是因为你 月儿怎会如此 我已经提醒过他 他自己犹不自知 彩衣女子的话尚未说完 声音却戛然而止 那轻衣被见男子犹如发狂猛兽 瞬间冲出 在彩衣女子惊颤的目光下 铁钩般的手掌 扼住他秀美的脖颈 掐断了他尚未说完的话 甚至 铁钩手掌用力 直接将彩衣女子提离了地面 彩衣女子也不挣扎 只是一脸悲哀地望着 金衣被见男子 若非月儿替你求情 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别让我再看到你 滚 金衣被见男子说着 一把甩出彩衣女子 那一副不耐烦恶恶的神情 好像是在扔一个垃圾 彩衣女子脸上的娇媚 一时随着重重落地 变得冰冷起来 他冷冷望着 金衣被见男子背影 愤怒叫道 赵战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林优越 他都已经死了 你还如此护着他 那名为赵战的 金衣被见男子 头也不回 声音却冷漠如刀 你哪点都不如月儿 声音回荡在废弃星四周 而金衣被见男子的身影 已然远去 彩衣女子一副被薄情郎抛弃 痴情怨恨模样 依旧盯着 轻衣被见男子的身影 咬牙切齿道 赵战 你敢这样对我 敢这样对待上 轻功当代圣女 我姑妙音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中途 离城 离山酒楼 酒楼内时刻爆满 都是先南来北往的散修 以及独行客 此刻 这些散修们一面喝酒 一面绘声绘色地 讲述着某件事情 这件事情 也极为不寻常 几乎吸引了酒楼所有散修的注意 即便是那些自诩实力强大 独来独往惯了的独行客 也在此刻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 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眼 白虎神愿以地脉之力 饲养祖灵白虎 不仅让祖灵白虎伤势全赋 甚至更上一层楼 而祖灵白虎与其他三大祖灵联手 组成了据说能轻易 轰杀天位强者的四香珠仙镇 听到这里 原本略有些安静的酒楼内 哗然声大作轰杀天位强者 那血手人突起不是死定了 有人大声问道 非也 那说话的汉字 摇头晃脑 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漫条斯里的喝了一杯酒 将众人胃口全部吊起来后 这才笑着说道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四香珠仙镇虽然恐怖 那血手人图更为凶残 不知施展了什么恐怖魔火 魔火一出天地变色 在整座酒楼都沉浸在白虎神渊那场大战之中时 算是这座酒楼唯一清醒的家伙 便只有那位坐在窗边 自针自饮的白衣少年 少年衣衫若雪 平淡的面容上 似是挂着一抹和煦的笑意 但仔细去看 这笑意中 又带着几分高深莫测的味道 血手人图 谁特么给我起的外号 也太烂大街了吧 白衣少年一边饮酒吃菜 一边自言自语的小声嘀咕 索性 酒楼此刻 依旧喧嚣嘈杂 没人听到他的自言自语 过了片刻 那汉子终于将发生在白虎神院的惊天战斗 天有加醋地讲了一边 听得不少人心持神望 也有不少人对那苏未蒙面的血手人图 充满敬畏 话说起来 那血手人图长的什么样 有人问道 他既然是血手人图 想来必然是个魔艳滔天 手上功夫极为惊人的魔修 魔修 身高三丈那种 如果再加上魔火缠身 时刻们你一言我一语 自行脑补他们心目中的血手人图 而被他们议论的主角 则是坐在窗前 一副似笑非笑的古怪表情 片刻后 他们不再讨论血手人图 不再讨论白虎神院被灭之事 而是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 嘿 你们听说了吗 天剑宗的天剑公子已然通到天下 近日便会亲自登门 前往原魔宗求亲 方才那说话的汉子 在此说道对于这个消息 九楼大部分人都是知晓的 凡想缺缺 只有极少数人附和天剑公子身为中土第一公子 不仅是天剑宗少主 同时还是横元商会的义子 是明文工会三大会长之一的宝来大师的关门弟子 背景应时的能吓死人 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女人 能入他的法眼 这话在九楼中引起一番热议 但大部分的人 都是表述了对于天剑公子身后背景的羡慕极度恨 天剑宗 中土三宗之首 横元商会 明文工会 中土最庞大的两会 也与此人有关系 身为这三个庞然大物枢纽人物的天剑公子 自然拥有着 让无数天欲强者都为之眼红 甚至发狂的背景靠山 更让他们嫉恨的是 这天剑公子本身的修为 亦是达到半步天未尽的层次 足以比你十五大超级势力任何一个势力之主 拥有着这般惊人的背景 自身也很努力 实力极强 这就是一个高富帅啊 据说 是人魔宗圣女 人魔宗圣女 秦海禄 不是 你这都是老皇帝了 早在两年前 秦海禄就被人踢出了人魔宗圣女位置 打发到界外战场历练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甚至有传言 他已经死在界外战场 第926章愤怒 什么 那人魔宗圣任圣女士 嘿嘿 你们不知道吧 这可是小道消息 整个中途都没几个人知道 说话的汉子 压低声音 故作神秘的说道 助标 你在吊老子胃口 信不信老子一刀砍了你 一个长相粗蛮大刀客 冷冷看着那说话汉子一眼 说话汉子似是对此人颇为忌惮 连忙陪笑 说道 嘿嘿 别着急 我这就说 这就说 说着 神色却变得古怪起来 原魔宗新日圣女 名叫穆清玄 据说 并非是天狱本土人士 当年前往原魔宗时 他修为极低 连武神都不是 但修行天赋恐怖绝伦 如今 已然迈入天尊巅峰 随时都能破入月天尊 要说这穆清玄的修为 倒也不算出奇 但据说 他体质特殊 在界外战场 屡见其功 更重要的是 他容貌极美 堪称中普第一美女 倒也勉强能配得上天剑公子 主标洋洋洒洒地说着 却浑然没有注意到 那原本坐在窗边 神情淡然随意的少年 在听到穆清玄这个名字时 眼中露出的思念之情 但很快 这股思念 便被一股压抑的愤怒与造诣取代 什么狗屁天剑公子 居然要跟清玄联姻 去你祖宗的 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自己女人 要跟别的男人成亲 那心情 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你过来 照放一指注标 声音冷漠道 他的话 倒是吸引了场上不少人的注意 注标一是转身看了他一眼 当看到对方只是一个身材单薄 看起来软弱可欺的少年时 注标眼中立即抱起 冷笑道 你跟爷说什么 让爷过去 三个数 若不滚过来 后果自负 照放根本没理会注标 只是默然开口 三 注标也是大怒 那少年这副做派 显然是没把他放在眼中 路内更是冰寒 却是双臂环抱 一副我不过去 你又能拿我怎样的挑衅姿态 其他时刻们 也都表情古怪 认为照放应该是某个失利的公子哥 骄横惯了 习惯一指气使 是以才会对注标这个态度 不过 他们也没有多言 只是呵呵笑着 一副看戏的模样 静静看待事情的发展 尽管这件事情 在他们眼中 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波折 拜到照放数到以后 注标站在原地 眼中涌出浓浓激讽之色 不光是他 就连大厅内其他时刻 也都是一脸鄙夷的神情 这是哪家的小娃娃 毛都没长期 都赶来这里 15喝6 直东直西 有人冷笑起来 照放半默看着 那嘲讽之人一眼 平淡道 给你一次机会 磕头道歉 或者死 那嘲讽照放的家伙 是一个长相如猴 尖嘴猴腮 目光暴力的矮兽青年 此刻闻言 顿时勃然大怒 你这是在找死 灵笑之气 身如旋风 裹着一股属于 七星天尊的气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相照放 看到这一幕 时刻们暗暗摇头 以七星天尊对付 一个毛都没长期的少年 结局看起来 已然注定 点 然而 接下来令他们倍感惊悚 且在以后每每想起 都不自觉心生庆幸的 一幕发生了 既然你想死 我便赐予你死亡 照放神情依旧默然 并不是强壮 而是一股由内心深处散发的 冷漠意味 此刻的他 恍如一尊威严的神奇 宣布着一个卑微蜂蚁的命运 在他幻音落下之际 喷 那冲来的七星天尊的脑袋 自行爆开 血雾飞洒 见射向四周 那无头尸体 依旧保持着惯性的冲刺 却在前行了数米后 失去了称池 直接扑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 九楼一片哗然 只说了一句话 便杀死了一名七星天尊 这特么太诡异了 不少原本对赵方目露不屑的时刻 此刻却是大为震惊 一脸忌惮 甚至紧控股地望着赵方 你 你施展了什么妖术 这些时刻修为 普遍在金尊天尊层次 算是天狱的中下层人物 只有一些修为达到天尊巅峰独行客 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看向赵方的目光 尤为的复杂 有震惊 有欢喜 有吃热 也有忌惮 酒楼内发生血案 历时通过店小二 传递给酒楼掌柜 酒楼掌柜是一个胖的跟猪一样富泰中年人 他目光微寒 反了天了 居然有人敢在我们离山酒楼 敢在横圆商会的地盘上闹事 横圆商会势力遍布天下 真正属于横圆商会自身开发出门面 其实并不多 大多数都如眼前离山酒楼般 是挂靠在横圆商会名下 以横圆商会为保护散发展起来的势力 平日里酒楼内有一名横圆商会的五星月天尊坐镇 实力虽说谈不上强大 但对于大多数男来北往的散修而言 知晓了此间酒楼的真正靠山后 便没有人敢在酒楼闹事 毕竟 那可是在打横圆商会的脸面 谁有这个实力去这么做 又有谁敢这么做 去 去通知严岳大人 一定要留下那个狂妄的家伙 酒楼掌柜命令店小二去通知那名五星月天尊 自己则是带着一大票酒楼安保人员 怒气冲冲的奔向二楼 离山酒楼二楼 场面死一般的寂静 刚才的嘲笑哄嚷 随着那欺欣天尊的突然的暴头毙命 全部归于虚无 时刻们 嘶嘶盯着照放 似要从他的装扮衣袍上 看出他的身份来历 助标站在原地 茫然看着那具尸体 一股阴寒的气息 突然自脚底传入体内 令他的身体 不可一致的哆嗦起来 对于助标这个反应 其他时刻们看到 虽面有鄙怡 却都没说什么 助标与他死掉的家伙一样 同样是七星天尊 但他比对方幸运 没有第一时间冲出来 要锁赵放的命 但他也比较倒霉 因为赵放依旧在望着他 三个数已过 看来 你也是想死啊 赵放平淡的开口 声音冷漠 但其中蕴含着的沙发味道 却听得助标不寒而栗 第927章选错对手的炎月 普通T的 助标承受不了 自赵放身上散发的冷漠寒意 双膝发软 直接跪了下来 同时一巴掌抽向自己 口中连呼告扰 大人开恩 小得有眼无珠 冒犯大人虎威 请大人开恩 翻来覆去 就这几句话 只是片刻 助标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怕得要死 过来 赵放默然开口 助标没有迟疑 连忙跪走至赵放身前 那张肿胀如馒头的血色脸庞上 挤出一丝极为僵硬的笑容 爸 大人 您有何吩咐 若是可以 助标绝对会毫不犹豫 转身就逃 但在想到方才那七星天尊的死法后 助标知晓 以自己的速度 根本无法逃脱对方的杀招 所以 他没有任何挣扎 很是乖巧的来到赵放面前 你刚才说 穆清玄配不上天剑公子 听到这话 助标倒有些糊涂了 他的确说过类似的话 只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他不知道 自己这句话 是哪里得罪对方 但很快 他便明白了 天剑公子算什么狗屎 连跟清玄提携都不配 你居然敢说清玄配不上他 助标脸色发苦 终于明白 对反为何针对自己了 嘴贱啊 他心中轻叹 手上却没闲着 一掌掌抽过来 到了最后 面目全非 照放默然看着 连有开口直至三楼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打破了二楼的死机后 他才平淡的扫了一眼 好了 照放的话 让助标如萌大射 他连忙停下那因为抽得太用力 以至于现在 有些酸麻的手臂 陪笑的望着照放滚一边去 照放越看越是生气 一脚踢开了助标 助标怦然砸在酒楼的一脚 喷出一口鲜血 但他脸上 却是露出一丝如是重负的笑容 对方踢了他一脚 却没有杀他 这对他而言 或许是最为幸运的事情了 脚步声越来越响 其中更透出一股百战将士的沙发气息 若是单一而论 这些气息 都不算强 可若合起来 那股气息中之蕴含的煞气 足以让巅峰天尊为之色变 自三楼下来的 约莫有十四五人 均是一席黑色竞装 在一名胖猪中年人的带领下 神色漠然的来到二楼 胖猪中年人目光横扫全场 一眼便看到 那扑倒在地的无头尸体 双目含光暴线 顺着那无头尸体的方向 他看到了坐在窗边 神色漠然的照放 就是你在我离山九楼闹事 胖猪掌柜的声音 有些阴沉 让人惊讶的是 这胖猪掌柜的修为不弱 竟然也是一名巅峰天尊 照放扫了他一眼 根本没有理会的意思 胖猪掌柜眼中寒芒更浓 立声指示 你是何人 敢在我离山九楼闹事 难道 你不知道我离山九楼 是横元商会的地盘 随着胖猪掌柜的冷寻 那随着胖猪掌柜 而来的14名穿黑色竞装的 九楼安保 却是无声无息间涌上去 将照放所在的靠窗位置 全部包围起来 时刻们静静看着这一幕 不少人暗暗摇头 心到照放此刻怕是要完蛋了 敢在横元商会照着的地盘闹事 跟着死有什么区别 尽管照放实力诡异 但他就算再强能与横元商会相比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面对胖猪掌柜的质询 照放依旧是那副平淡漠然的反应 即便是胖猪掌柜说出横元商会四字 也没让他的神色 有半点慌乱 更没有半点恐惧 滚 照放声音冷漠 却自有一股威压 惊得那些安保们 神色巨变 口中可血 身形到掠而回 便在处于人群后方的胖猪掌柜 也感觉一股距离拍向自己 他那庞大的身形 在这股距离面前 就像是暴风中的一片树叶 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便被掀飞了出去 怦然砸出了二楼 落在九楼下方的街道上 砸到了四五个摊位 引来一阵鸡飞狗跳的怒骂 不过 当那些小贩看到落下来的人 是胖猪掌柜后 那怒骂力时戛然而止 紧接着 便是那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 二楼时客们都没理会 九楼下的一幕 只是睁睁望着照放 他们本以为 已然有些了解照放的实力了 却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 仅仅是一道爆喝 便震退了十数个天尊后期 震伤了一名巅峰天尊 这人的真实战力 莫非是月天尊 持客们发现 他们越发看不透 看不懂照放了 只觉得 那个看似单薄平静的身影 却给他们一种高山洋指 如滔滔汪洋般 深不可测的感觉 正着搬想着之际 一道沙哑的声音 突兀的在二楼响起 你叫什么名字 持客们寻声望去 却是看到一个 手持锁链兵器的独眼龙男子 男子看起来残缺 半气息极强 另感受到吃人 都面色大变 连忙退后 口中大呼 颜悦 在场绝大多数人 都听过这个名字 但对于这个名字 所代表的那人真面目 却是第一次看到 一时间 场上极为安静 五星月天尊 照放随意瞥了一眼 马马虎虎吧 持客们顿时瞠目结舌 那被成为颜悦的独眼龙男子 却是冷力一笑 谨慎的一只眼中 透着森森杀意 真是狂妄啊 你应该算是横圆商会的小高层吧 按照白虎神愿一方 月天尊后期便是神愿高层的推比 照放姑策 只有月天尊中期的颜悦 在横圆商会 应该算是一个小高层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颜悦冷冷一笑 对于这个抑郁道破自己修为的白衣少年 颜悦说不忌惮 那是假的 也正是感受到对方身上 那鼓励他被感危机的气息 一向冷漠的他 才选择继续观察对手 没有率先出手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再活一段时间 如果你只是一个高级打手的话 你现在就会死 说着之际 照放目光望向颜悦 而后 在对方吃惊的目光下 叙手抓向颜悦 第928章学手人图 颜悦面色大变 当即便要躲闪 可令他惊骇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他如何闪躲 对方似是早有预料 那双无形大手 连美都会出现在他躲闪的前方 令他有种无处可躲的感觉 最终 颜悦被那双大手掐住了脖子 整个人如同鸡仔般 被拽了过来 我喜欢隔着太远距离交流 被随手丢在地上的颜悦 耳边听到这样一句话 紧接着 一股令他毛骨悚然的战力感 骤然遍布全身 他骇然抬头 那少年还是少年 但他却有种直面洪水猛兽 甚至比商会副会长 还要恐怖的感觉 冷汗 瞬间自其后被涌现 打湿了他的衣衫 他脑门上 全部都是痘大的汗珠 颜悦 终于看清了自己 与对方的差距 你 你到底是谁 颜悦心中发毛 看向少年的目光 满是畏惧的神情 时刻们看傻眼了 本以为 颜悦出现 便能收拾掉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可眼前的一幕 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 阶下之球 也有资格问我 照放冷哼 颜悦身体如遭重击 口鼻溢血 面色格外苍白 时刻们更加安静 看向照放的目光 如看鬼神 充满敬畏 问你几个问题 答得好 便可活命 怎么才算答得好 颜悦抿着嘴唇 干涉道 此事已然任命 知无不言 颜悦恍然 那狗屁的天剑公子 什么时候去的原魔宗 照放之所以闹出大动静 就像要惊动一些强者 从他们口中 得惜更准确的情报 五天前 颜悦毫不犹豫到 天剑公子带着天剑宗 至宝天神剑 连同名闻商会一名长老 以及恒元商会一名八珠大管事 亲自前去原魔宗求亲 结果如何 颜悦沉默了下 缓缓道 我职位较低 具体的不太清楚 只是听说 原魔宗高层 亲切地接待了天剑公子 并定下联姻之事 照放目光一涵 高层 哪个高层 原魔宗宗主 以及原魔宗前代圣女 这件事并不算是秘密 所以 他回答得很是顺流 母亲选呢 听说 他并不接受这段婚事 当日并未现身 只是 原魔宗身为他的宗门 为他定下这种事 他终究也是推脱不掉的 颜悦道 推脱不掉 原魔宗 照放南南 眼中胸光泵射 身上的气势 也在悄然间变地凌厉起来 与照放距离最近的颜悦 对这股突如其来的气势 感受最为真切 在气势涌现的刹那 他甚至有肿肉身灵魂 都要消亡的大恐怖感觉 这 这就是他的真正实力吗 原本还有些不甘心的颜悦 此刻 彻底老实了 定下联姻后 双方以此次界外战场的终结 天剑公子走出界外战场之日 便是双方大婚之时 颜悦说道 界外战场 最近 这个字眼听得照放耳朵都起茧子了 他也隐悦知晓 界外战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此刻眯起双眼 思量着所得到的情报 界外战场在最近几日 便会开启 不过 能进入其中的 都是中土最出类拔萃的一群人 我进去倒是没什么问题 照放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不过 既然知晓那狗屁天剑公子 打清拳的主意 如果不表示表示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尽管在照放心怒中 那天见公子已然是个死人 不过 想杀对方 他起码要等到界外战场开启之日 而这几日的闲暇 照放也不想平白浪费 便在这时 胖猪掌柜一脸怒容且狼狈地回到二楼 在看到颜月多恭敬站在照方面前时 胖猪掌柜一正 面色大变 转身就走 我有让你走了吗 听到这话 胖猪掌柜心中发寒 但却不曾停步 速度更加快了几分 不知死活 在照放这句话落下后 胖猪掌柜的身体 骤然暴碎 化作血雾飘散 这冷酷无情的沙发 历史让原本就很安静的现场 变得更加安静下来 横圆商会照着的势力 照放冷笑之际 身形一晃 出现在九楼上空 颜月本能的感觉到 要有大事发生 二楼的一些时刻们 也是见机不妙 撒腿就跑 在他们冲出酒楼的刹那 那停在半空的照放 突然叙手一按 拍向离山酒楼 在离城极为出名 且有着横圆商会照着的大酒楼 便在这遮天一掌之下 在砰砰的巨响声中 化作了一片废墟 这 这 时刻们 路人们 瞬目结舌 颜月心底发寒 他可是知道 在离山酒楼成为横圆商会旗下失利后 有商会的阵法师前来布置阵法 用来稳固离山酒楼 其阵法威力 足以抵挡月天尊后期强者的权力一击 然而 便是这样的一座酒楼 却在照放随意一拍间 化作满地的废墟 如何不令他震惊莫名 正思存间 一股冰寒大力笼罩而来 颜月刚想挣扎 但下一刻 身体便被一只手掌如提小鸡般提起 转眼消失在众人眼中 很快 离城里 属于天剑宗 横圆商会的产业 全部给人连根拔起 就连这些产业中的宝物 也被轰抢一空 此刻 引发了天剑宗以及横圆商会极大的震怒 两大势力联合派出了两名半部天卫镜的太上长老 协同三十多个月天尊后期强者 前来缉拿肇事者 令两大势力震惊的是 如此强大的阵容 却在出现后的第二天 便消失得干钱静静 只有两大势力的高层知道 那代表着两个半部天卫静态上长老的元神灯 碎了 他们死了 此时 尽管两大势力没有透露 还是被一些有心人宣扬出去 引发了中途广泛的关注 并开始对那个肇事者的身份 有了猜测 直至有一天 那个肇事者在灭掉天剑宗一处产业后 以斑驳建议 在产业废墟之上 留下了一行字 灭天剑宗剑阁之人 血手人土 雷锋 第929章明文工会 中土 明文工会 一座极为大气豪奢的宫殿内 店门前 站着两名身穿高大 身如铁塔 墓内时常闪烁星红光芒 如野兽般的铁甲壮汉 两人就这样简单站在店门前 气势无双 颇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宫殿主位上 坐着一个白衣青年 此人见眉心目 面容俊逸 唇角笑容微先 恍如星辰钥匙 极为刺眼 白衣青年有着一头紫色长发 随意披散脑后 非凡没有破坏他俊逸的气质 反而给他添了几分洒脱 甚至狂野的味道 在白衣青年座位前方的桌案上 随意摆放着两把长剑 一吃一篮 一火一水 一瓷一熊 不经意散发的凛然剑气 遍布整个房间 房间变成剑气世界 若是不通见到的舞者 贸然踏入这个房间 历时会被双剑无形间散发的剑气 剿成碎肉 这还只是不经意散发的气势 若是宝剑出窍 其上的锋芒 可以想象 白衣青年对这些 视若无睹 单手拖着下巴 目光却是落在桌案上 那名为目清选的女子 让人转交给她的一封书信 心里有了别人 白衣青年唇角微扬 这个世上 还有比我天剑公子 更适合你的人吗 不管那人是谁 他都死定了 目清选 你是我的 在我第一眼看到的那一刻 你便属于了我 谁也无法夺走 你觉得太过突然 我给你时间 让你缓冲 让你接受 等到此次界外大战结束 我可不会这么温和了 自语间 白衣青年唇角笑容浓郁 微微抬头 其目光所看之处 顿有无觐见器破空而空 带着破人的威压 那目光竟不是寻常人所拥有的黑白桶 而是如他的发丝般 拥有着一双赤色眼眸 极为的罕见 公子 陈关西管事在门外等候 大殿外 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殿内沉默片刻 才传出天见公子 那略有慵懒 却带着极强威严的声音 让他进来 一道略显消瘦 无样气度 都极为干练的黑衣青年 不乏沉稳地走入大殿 在看到殿上的子发青年后 淡脸的黑衣青年略移抱拳 公声道 属下陈关西 建国公子 可是 那个雷锋找到了 嗯 原本面色淡然天见公子 听到这个名字后 神色一鸣 眼中见义即胜 在哪里 此人气息 曾在气城出现片刻 后来 他应该是发现我们 斩断了联系 便再不曾感知到 陈关西说道 气城 您闻工会六大主城之一啊 那家伙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倒是省得本公子去找他了 天见公子笑了起来 公子 属下建议 应该动用工会内的力量 对此人进行明察 万不可让他们混进入工会 以免重蹈四大神院的悲剧 陈广西审声道 天见公子略意私存 点了点头 嗯 你去安排吧 此人接连破坏 我天见宗 横元商会的产业 实在是不能忍 这件事 一定要有个答复 本公子接下来 要为界外战场之行 闭关几日 这次的抓捕 本公子全权委托给你了 借公子 属下定不如使命 陈关西连忙抱拳表忠心 却没有急着离开 还有事吗 宝来大师希望您有时间 可以去看一下 公会临选明文学图 文言 天见公子微微皱起眉头 但还是猜到了宝来大师的用意 老师的心意我知晓 虽说此举可以邀买人心 祝我更好掌控名为公会 但眼下实在是无法兼顾 替我向老师致歉 是 陈关西说完 不再停留 转身离开 在其离开后 这座敞开的店门 一时缓缓关闭 天见公子开始了闭关 身旁 只有两个子同学 妖族族人护法 与此同时 明文工会 六大主城之一的丹城 一道白衣少年的身影 悠哉悠哉的在丹城内闲逛 目光时不时落在道路两旁 那一个个装修典雅 充满古色韵味的药铺内 泽泽 真不愧是明文工会的 六大主城之一 随便一条街 随便拉出一家卖丹药的 都能玩爆顺老的丹宝阁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或比货 得人啊 毫无疑问 能说出这话的 也只有赵放了 当日在丹城一番后 赵放便放了严谕 以及秦淑婉 前者为赵放引路 指出横元商会天剑宗的势力范围 使得赵放可以从抹掉 这两大势力在丹城的份额 也算是间接性的得罪两大势力 即便赵放不杀他 他也活不了多久 至于秦淑婉 在地狱被灭 四大神愿名不负实的今天 留在手上 已然没有半点用处 不过 这女人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知道两大势力的结局后 竟然没走 反而主动追随赵放 拜赵放为主 赵放没搭理他 这女人倒也执着 一路相随 未曾放弃 到了后来 赵放也懒得理会他 听之认知了 反正有一个大美女在身旁 也算是一件颇为赏心悦目的事情 嗯 突然 赵放撇到一间灰红的药铺店门前 人头攒动 似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在赵放身后的秦淑婉见状 连忙上去打探消息 片刻后 秦淑婉回来 极为恭敬到主人 前面是明文工会招收明文学徒 正在测试明文天赋 赵放听完 律师来了兴趣 说起来 六大副职业中 镇法师 炼丹师 炼器师 玉手师 傀儡师 明文师 我已然涉猎了前五个 只差明文师未曾开启 难道 赵放笑了起来 随即大步走了过去 来来来 让一让 绝世明文大天才拓芭蕾锋来了 大家让一让 一道自吹自雷声音 自人群后方响起 听到这声音的人 下意识地都让开一条道来 但在看到一男一女顺着散开的通道走出去时 许多人都愣住了 这就是绝世明文天才拓芭蕾锋 第九百三十章报名 赵放顺着已然分开的人潮 在四周众人狐疑 好奇 不解 吸血的目光中 平静坦然地来到 那名为要王轩的要铺门前 尚未来得及打听 便听见一道极为不悦的声音 拓芭蕾锋是什么人 老夫怎么从未听说过 说话之人 是一个面容古板的严肃老者 这老者 正等着双眼 极为不善地盯着赵放 若是寻常人 估计早就被这老者目光下的面色发白 直接退场了 赵放却视若无睹 极为平淡道 我来报名 应选明文学徒 严肃老者略有惊恶 目光压然地看了眼赵放 却没有再继续追究 只是随意意指那正在排队的众人 平淡道 排队去 赵放偏了一眼 便见那条长龙之下 已然排了上百号人了 虽说想要成为明文师 需要极为严苛的条件 但天欲地大物博 无论是修炼资源还是其他方面 都远不是荒域所能媲美 在荒域 或许很难寻觅出 一个有资格成为明文师的人 但在天欲 这种人虽说稀少 但也还是有的 这得排到什么时候 赵放挑眉 有些不满 严肃老者没有搭理他 正专心地询问身前一个黄衣青年 名字 黄荡 放荡 黄荡 因为那黄衣青年口齿有些问题 导致这很正常的一个名字 听在众人耳中 历史变得不正常起来 可有什么特长 吃算吗 黄衣青年弱弱道 此言一出 历史惹来哄堂大笑 严肃老者更是面色发黑 他主持招收学徒一来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奇葩 如果只有这些 你可以回去了 严肃老者黑着一张脸 黄衣青年听完 脸色有些发白 想了片刻 弱弱道 我 我会打铁 什么 严肃老者皱着眉头 似真的没听清 我会练气 黄衣青年这话 说得倒是还算正常 练气 严肃老者 瞥了黄衣青年一眼 淡淡道 那就现场练智一个吧 我 我 黄衣青年傻眼 怎么会这样 跟柳芝芝说的不一样啊 他却没有注意到 那被他称为柳芝芝的青年 听完这话 却是咧嘴笑了起来 笑声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哼 严肃老者面色已沉 哪里还不知道 黄衣青年是在蒙自己 你是耍猴的吗 滚 黄衣青年哪里还敢停留 头也不回地逃了出去 心中却是将柳芝芝骂的狗血淋头 下一个 严肃老者声音刻板 随手将记录黄衣青年讯息的纸张 直接焚毁 再度抬头时 却识论了一下 然后勃然大怒 谁让你插队的 如今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笑嘻嘻的白衣少年 正是方才甜不知耻 自吹为名文一道爵士天才的家伙 严肃性情古板 坐视脚踏实地 不喜浮夸之人 再看到赵放的第一眼 他就很不喜欢这种浮夸的家伙 所以 此刻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磕磕 您可真是冤枉我了 实在是后面的兄弟们鼓道热肠 不忍心让我苦等 所以 这才让我先来 你们说是不是 赵放转身 看了眼身后的众人 令严肃老者惊讶的是 这群人竟真的都点了点头 尽管有些人的表情很是勉强 就像是被强迫的一样 但能同时强迫这么多人点头 不得不说 这也算是一种本事 严肃老者虽然刻板 但不是傻子 眼下这群人里 虽然大多数都是金尊层次 只有极少数达到天尊 但是 赶来报名名文师大选 显然都不是省油的灯 而这群人 此刻却容忍了眼前小子的放肆 这倒是有些耐人寻味了 他哪里知道 赵方之所以能让这群人 乖乖点头 完全是仗着那身恐怖修为 压迫的众人不敢多言 不过 那其兮并非针对严肃老者 即便他有着天尊巅峰修为 也感知不到 严肃老者深深看了赵方一眼 而后低头 平淡问道 叫什么名字 破拔雷锋 听到这个名字 严肃老者深深皱起眉头 中土 有这个姓氏 当然这个念头 也只是一闪间 继续问道 可有什么特长 我会练丹 严肃老者抬起头 会练丹 什么品级的练丹师 把你的工会名牌拿出来给老夫看看 赵方一摊手 极为光棍道 我没有 严肃老者一正 玄机勃然大怒 你耍我 我可以现场练智 望着赵方平淡如水的表情 严肃老者心中起疑 难道 他真的会练丹 正怀疑间赵方走到场间早就摆好的一尊丹鲁前 随手一道赤色火焰打了进去 催动丹鲁 嗯 吃练丹的手法 严肃老者眼前一亮 突然觉得 眼前这浮夸的小子 或许真的会练丹 可下一秒钟 他立马推翻了自己的认知 蠢货 白痴 练丹选才 都是极为小心与严苛 你那随手一大把 就直接扔进丹鲁 你以为是在煮菜啊 严肃老者破口大骂 心中已然肯定 赵方不会练丹 还在排队的众人 见赵方吃瘪 方才被威压的郁闷感 历时去了不少 都轻轻笑了起来 至于那些围观者 更是放肆 大声嘲笑起来 对于这些 赵方面无表情 丝毫不予理会 似乎整个心神 都沉浸在练丹大业之中 让原本已然放弃赵方的严肃老者 乱了起来 带旋即 严肃老者冷笑 这样随手一把抓的药材 如果能炼制出丹药 我严肃轻拜你为师 听到严肃轻的话 众人越发肯定 赵方是在故弄玄虚 下一个 严肃轻默然开口 没有去等赵方 连续记录了七人 正准备记录第八人时 那原本被严肃轻认定 绝对不可能炼制出丹药的药顶内 却窜出屡屡亲人心脾的药香 严肃轻秀了一下 面色俱变 一下子站了起来 死死望着正冒着丹香的药顶 声音极为干涩 上品尊丹 我们画案的 original